《未雨時光》 大家好 歡迎來到《未雨時光》 我們都知道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人與物是以什麼調準和原理分類和聚集的呢? 科學家認為人活在各自的能量等級裡 吸引著相應頻率的人與物 這個等級不是我們通常所認為的權利 財富和知識的掌握 而是更加奧妙的意識和能量等級 當我們住在一個較低的能量層級的時候 就會吸引很多不好的人和物 更容易生病提升自己的能量層級 人生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今天我們將會探討一下命運 意識和能量之間的關係 還未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先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 根據電脈衝的震動頻率 和震動的角度來思考 宇宙的震動頻率是432 Hz 所以我們在聽432 Hz頻率的音樂的時候 會感到平靜和放鬆 地球的震動頻率是7.83 Hz 它是地球的自然頻率被稱為舒曼霞震 地球的自然頻率保護著地球上的所有生物 它就是為什麼太空人在太空中 要攜帶舒曼共振發生氣 來維持他們的精神和身體健康 愛因斯坦說過 生活中的一切都在震動 生活中的一切 也包括我們精神狀態和情緒 英文中情緒這個字的拼寫是emotion 以加motion 可以理解為energy加motion 運動中的能量 因此 你是什麼類型的人 你的個性 你的天性和行為 也取決於主導你大佬的頻率類型 神奇的是 在某些西藏僧侶身上 可以測到普通人身上 很少見到的超加碼 奴典波 和超以色的蘭姆達奴典波 增動頻率在100 Hz至200 Hz之間 所以這些僧侶 能夠在喜馬拉雅山的低溫下打坐 而且只穿很少的衣服 不但能保持體溫 還能溶化周圍的雪 除此之外 還有一種 埃普西隆奴波 是非常低頻的腦電波 震動頻率低於0.5 Hz 通過打坐 可能會令人進入這種狀態 在這種狀態下 將觀察不到心跳 呼吸 或者脈搏 人腦的震動頻率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 是什麼 決定了人類腦電波的差異的呢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大衛霍金斯 用了38年的時間進行研究 歷經25萬次臨場實驗 隨機選擇的測試對象 橫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南美 和崩歐等地下不同種族、文化、行業和年齡的人群 他最終發現了隱藏的人類意識圖表 證實了人類各種不同的意識層次 尤其相對應的能量震動頻率 簡單來說 就是每一個人都具有不同的能量級別 根據霍金斯的《人類意識圖表》 人的意識被影射到 從1到1,000的震動頻率範圍 並且被劃分為17個能量級別 頻率越高能量就越高 住在最高能量位置的是 開悟正覺700至1,000 其次分別就是平和極樂、喜悅平靜、人愛無私、理性諒解、寬容接納、主動樂觀、信任冷靜、勇氣肯定 200就只是一個分界點 往上的是正能量、往下的是負能量 霍金斯認為能量級別低於200的人容易病 對健康不利 最低的能量是羞愧、屈辱 往上分別就是 內疚、窄備、冷漠絕望、憂傷後悔、恐懼、焦慮、欲望、渴求、憤怒、仇恨、驕傲、刻薄 霍金斯說 絕大多數人的能量級別都在200以下 達到500的人已經擁有了非常強大的能量場 可以影響成千上萬的人 世上只有千分之四的人達到這個能量級 超過600的人在地球上已經是鳳無倫角 只有千分之一 霍金斯親眼遇到過最高級別的是700 在199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德蘭修女身上所攜帶的能量 他說當德蘭修女走進屋的一瞬間 在場的所有人心中都充滿了莫名的幸福感 人們幾乎想不起任何雜念和怨恨 一千被稱為是神的意志或精神 是絕對力量的頻率 傳說耶穌出現的時候 周圍的人心裡除了耶穌之外 什麼都沒有了 每一個人的身境都變得無比清澈和純正 一般情況下 一個人的能量場 終其一生都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如果不是有重大事件觸發 或者是有高人或者大師引導 絕大多數人的意識層級 在他的一生中 也只能上升五個點左右 而且 你處於什麼頻率 通常就會吸引什麼樣的人和物 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 就是這個道理了 真是沒辦法 讓處於低頻率的人 提升自己的頻率嗎 出生於1946年的馬修尼卡德 原本是巴黎巴斯特學院分子生物學博士 在細胞生物學研究中 已少有成就 他的父親是法國當代思想家 哲學家和院士 母親是畫家 然而 李卡德是看了一部關於西藏佛教精神大師的電影後 被深深吸引 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去追隨他們 雖然他從小就接觸了很多哲學家 思想家 科學家 音樂家 但他總覺得缺少了一些東西 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東西 於是26歲的他 偽然離開浪漫的巴黎 和養尊儲優的人生 都在馬拉雅山修行 李卡德道達的第二天 遇到了他第一位師傅 康勇以仁波切 一個七十多歲的西藏喇嘛 整整三個多星期 他們言語不通 除了正座冥想 其他什麼都沒有做 但是他感受到師父身上散發的深沉 寧靜和力量 開啟了他的心靈 他的哲學家父親對他的行為頗為不解 問他 為什麼你萌生出家做和尚的決定啊 他很坦然地回答 我確實有個科學生涯 但我出家做和尚 絲毫不會構成對科學研究的浮缺 科學研究不能解決生存的基本問題 簡單地說 科學儘管本身非常有趣 並不足以給予我生命以一種意義 為了解兒子的心路歷程 哲學家父親跟隨做了和尚的兒子 從巴黎到印度 畢丹里坡爾 直到喜馬拉雅山 他們一直交談、探討 從精神科學、心理學都論迴、裂盤 從佛教到其他宗教 從哲學、歷史、政治到當今社會 最後兩人的談話 揮成了一本書 《僧侶與哲學家》 李卡德參與了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一行長達12年間冥想和同理心研究 威斯康辛大學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教授 李察·大維森 為了研究馬修的腦部活動變化 在他的頭部放了256個感應器 大維森發現李卡德正在打坐時 腦部活動和一般人 在看爆笑電影時的反應一樣 會釋放出大量加碼勞波 波量之大幾乎是科學文獻過去 未曾有過的紀錄 大維森在報告上寫著 腦部素描也發現 李卡德阻路額葉皮質區 比起又老又大量活動 令李察德產生大量異常的快樂感 同時減少消極心態 最後研究人員和媒體封他做西上最快樂的男人 被問到其他人應該怎樣做才能更快樂的時候 李卡德和媒體說 善意和利他行為是關鍵 而藉著每天拿15分鐘來想快樂的事 也可以培養更快樂的心智 大維森的研究也顯示 每天冥想20分鐘可以讓人更快樂 而且 誠實和情同理解等正面精神狀態 能增強一個人的意志力和身體力量 能夠改變身體中微觀粒子的震動頻率 從而改善身心健康的狀況和整個生命過程 霍金斯研究表明 不論是具有形體的人類 動植物、舒直、食物、衣服、建築、汽車 還是抽象模型的意識、思想、運動、音樂、情感 都有確定的能量級 也就是說 萬物皆有靈性 也帶有自己的能量牆 在生活遠離負面思維低能級的人和物 選擇和正看架高能級的人和物在一起 由內而愛地做出改變 不斷提升自我能級 也會改變自己的人生際語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今天的話題有助於大家打開勞動 從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所具備的能力和意念 喜歡微於激講述 請訂閱留言給轉發 我們下次見